- 貓抓布 - 貓抓布 - 貓抓布 嗨各位我是Anna 今天我們準備全新企劃家具挑選攻略第二集 終於來了 今天要跟大家說的是 涼感貓抓布到底有什麼功能 其實很多人都對它很有興趣 但是你真的了解它的功能嗎 貓抓布真的可以百分之百防貓抓嗎 冬天的時候會不會很冷呢 如果你有以上這些疑問的話 那就跟我繼續看下去吧 貓抓布其實又可以稱為高耐磨布 因為特殊的織法所以更緊密 比起其他的布料更能防止貓的利爪勾進布料纖維 耐磨係數越高就代表防抓能力越好 一般常見三萬轉五萬轉 甚至十萬轉以上都有一定的保護能力 市面上有很多貓抓布貓抓皮的沙發 大家都可以自己去比較看看囉 有些人覺得買了貓抓布沙發回家 就可以高枕無憂 再不用擔心沙發被貓抓爆 但是如果你有這種想法 那就大錯特錯了 因為沒有任何的布料 有百分之百的防護能力 即使再高耐磨的布料 都還是會害怕尖銳物品 像是土巾、別針 或是沒有定期修剪的寵物指甲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讓你的沙發跟寵物 能和平共處 那就要記得幫家裡的毛小孩 定期修剪指甲唷 這種布料呢 因為特殊的材質 所以有吸勒塊、散勒慢的特性 再加上它有添加奈米、玉石粉 可以幫助人體的溫度相對下降 一到兩度 夏天的時候會吸收熱能 所以表層會比室溫來得更涼爽 冬天呢 表層會因為人體溫度來保溫 所以也不會覺得冷冷的 真的是擺脫我們對貓抓布 悶了黏膩的印象 它真的是一個一年四季都適合的布料呢 涼感貓抓布卻有防抓涼感的功能之外 還有防潑水 好清潔的功能 不小心在上面潑洒了醬汁或飲料 不用擔心 因為它會在表層上形成小水珠 不會輕易滲進去 只要拿起手邊的紙巾 或是抹布擦拭 最後可以恢復沙發原本的乾淨清爽 還想知道什麼沙發姿勢嗎 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喜歡我們的影片麻煩按個喜歡 或是追蹤我們頻道看更多沙發資訊 那我們就下集見囉 掰掰